陶国町的农民陈军远 因为自己的招牧孙 只要对他去餐厅做贵修生的感觉 所以他特别将这部分的餐来装备菜头 让孩子带自己来采收 最近他也来基盘到亲自万菜头的活动 两斤铁子抵到农只有收100块 有一家来自北港的叫附近 整天吃的小孩来提供 第一次自己来台湾饭头 也让小朋友都着胜费 我以头口管道医生的路边 有一群小朋友在买盲菜头 虽然里头有沸串乳 但是大家都玩得脆脆脆脆 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提供 頒菜頭的樓齒 農民陳軍元這次特別準備菜頭 原本是要讓孫子來體驗修身的儲備 但為了讓大家分享到一個健康的農產 他就掛定辦理親自體驗外档 想要到大須歡迎 最主要是我們今天有孩子都在市場 處理拔蘿蔔 處理採農產品 所以我這裡全港一區房這麼大區間 用一家這裡種給人去親子活動 我想他們又是人家就有這個心 所以全港開放給他們 他們就讓孩子來親子活動 對著時代在改變 現在小孩手中已經不是七頭蜜 她是手上頂頂的客氣產品 他們出北港一間有任何 每個都會帶客人出外走走 讓他們多多吃宿連環境 並且從快樂當中就完哈室 看到現在的孩子更是就是可能被關在家裡 然後玩一個手機啊 平板啊 或者是電腦啊 然後電視啊 所以我是希望說我們把這些盡量的拿掉 讓他是可以很很放鬆的 然後再用身體去感覺這個環境這個世界 有任何要來參加 只開始成軍員雖然沒想要收錢 但是後方為了告一個小孩 所以還是讓我們一位客人都準備錢 其實也是要讓他們知道 就是有農民的辛苦財貝 大家才有很多美麗的事物才好享用 我們除了愛保持感恩的心 也需要學會鄉時的代理 記者刷雄林 彩虹伯德